台中快捷巴士BRT上路才不到一年 却因为问题层出不穷 在林嘉隆上任之后 经过体检小组两个半月的评估 确定在7月8号要正式废除了 而林郑署也主动分案调查 这之中有没有弊端 但事实上当初这条蓝线BRT的规划 可以说是创全台之先 期待以建造低成本 供期短的快捷巴士路线 来取代造价高昂的捷运 以解决市区的交通拥塞 不过却因为道路规划不良 导致了大小车祸不断 而真正能够让BRT行车快捷便利的 行控中心还有感应式号制等等设备 也迟迟未能够启用 所谓快捷巴士根本就名不符实 只成了有两节车厢的公车 还反而造成了交通堵塞更加的严重 所以先生市府决定铁腕废除了BRT 但是接下来呢 BRT花掉的22亿元 难道就付诸流水了吗 不见了民众说BRT厂出包 早就见一百五万 BRT中民国小站 接过民众通报报我 宣布 也没两个人的手硬生生的被分开 妹妹下不了车车门夹到人自动弹开 这准时机场 何事啊 这是骗群吧 没有独立式的专用路权 缺乏绝对优先耗制风行权 而且呢行控中心也无法 与车辆跟车站进行三方的一个通话 所以根本就不是真正的BRT 历经三个月的勘察 点出BRT三大弊病 台中市长林佳龙一句根本不是真正的BRT 狠狠打脸前市长胡志强 即便问题丛生尚未解决 就已经花掉22亿元 林佳龙还是决定跟BRT说拜拜 原先的BRT专用道 将改成优化公车专用道 事实也已经证明 蓝线BRT的建造和营运是失败的 它固然让少数乘客稍加便利 但反而造成更多市民的不便 根本就违背了推动大众运输的方向 回首一年前 前台中市府为了改善台中市最会塞车的台湾大道 不但兴建蓝线太阶八市BRT 还大打宣传广告 上路将近一年 究竟交通状况改变多少 和八个月前相比 同样是周间 一样是下午五点多下班时刻 快车道流量变化不大 但慢车道明显少了许多 现在有没有比较不会塞的啊 看时段耶 看时段 可是现在算是下班耶 这样感觉好像车流量还好对不对 对 现在还好 市民有这样的感触 主要原因在于BRT上路后 原先行驶台湾大道的客运业者 被要求减班或改路线 为了平衡获利 业者也买车和市府共同经营BRT 路上公车少了七成 停靠变少 慢车道自然顺畅 不过相较之下快车道部分被挪用 当成BRT专用道塞车问题只有更早 如果在电动时间 人车车多过时 结果这车不走你了 现在没有说到过去 没有说到过去 它占用的车道还是这么多 就是四个车道 因为在其他国家的话 大部分都把车站设在正中间 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台中要设成两边这样子 New York City So pretty Gartham You doing it like this Trash Check the rapture The stature I'm about to get higher Like a retire 国际间像是巴西 美国 中国等国家 DRT行之有年 为了减少对失去交通冲击 多把车站设置在快车道的最内侧 并搭配优先号制 而后期之后中国厦门 甚至还设计高架专用道 来加快BRT的速度 反观台湾 BRT车道设置在快车道的最外侧 部分路段也没规划专用道 哪里来的 从厦门来的 厦门来的 那台湾的BRT怎么样 感觉没厦门好 没厦门好 为什么 因为厦门那个BRT是端线 然后没有红绿灯全程 然后所以就比这也要快捷一点 现在问题来了啦 您把我们机车只逼到 慢车道的慢车道 五泉路和台湾大道交叉口 堪称是BRT停车之后 最危险的路段 不仅BRT得切换两种路权 原来行驶快车道的巴士 为了配合BRT 被要求走慢车道 车道缩减的关系 一旦停下来 后方骑机车就动弹不得 多方道路汇流时更是危险 你看人家公车 它如果要切过去 它没有镜子切过去 可以切过去 那边切过来 我的服务数在这里 我常常就这样切过来 那是不是跟BRT的 这个车行道其实是冲突的 但平均每天报秀的就有19辆 其余烫刺得靠民间连一巴士 自己广播车门要关 门马上就关了起来 姐妹两个人的手硬生生地被分开 附近的民众说 BRT常出包 早就见怪不怪 由于未经体检 仓促上路 加上设计不良 BRT营运不到一年 就发生近30起的交通事故 其中已变换车道 以及卫衣标线 耗置行驶问题最多 肇事责任归属 BRT就占了十次 车流交杂下 也让BRT的速度快慢不一 常有乘客一等 就是十几分钟 就是它比不上捷运这样 对 因为它有时候 那个班次都比较久 对啊 而且有时候是两三台一起过来 对 你等过最久多久 15分吧 前台中市府曾表示 BRT之所以设置在快车道的外侧 是为了保留内侧通道 方便未来捷运建设 但其中还有不能说的秘密 那中间的土地当时的预估 征收的金会高达200亿 因为大部分是私人土地 所以当时的市政府就选择 不要征收中间的土地 而改做这种所谓的BRT 原来台湾大道中央分隔岛 产权多属于私人土地 前台中市府无力征收 当时中央又没能给予补助盖捷运 最后索性在快车道外侧设置BRT 并在三个比较大的路口装上优先耗制 当BRT在车站载客时 一旦碰上绿灯 绿灯秒数就会延长 让车辆顺利通过 而对于刚进站的BRT 只要优先耗制有所感应 也会缩减红灯秒数 让车辆快速通行 我BRT跟大家一起停下来的时候 BRT可以先早走十秒钟 可是因为没有侦测 所以它现在是固定的 可是BRT车道未必有车 所以其实都是一种浪费 塞车的人会很乱 因为安林青山一路称通 用绿灯 你只限的人塞车的人就无方便了 也难怪民众会担心 虽然BRT是公车快捷交通系统缩写 不明思义 要快速还得要统一控管 不过现阶段 行控中心因为尚未验收启用 形同虚设 更离谱的是 64部BRT公车 只有18部装有感应装置 也就是说 即便有行控中心 也无法监控车辆驾驶员的状况 包括市政府的第二批14部车 民间的32部车 行控中心是没办法控制的 是因为装置的问题吗 没有 这当时的合约 就是当时的设计 我问局长说 BRT坐在中港路 怎么样去测试它成功与否 它的流速真的会加快吗 流量会减少吗 你有没有做相当的评估 他跟我说上路之后就要评估 所以说这个整个政策的评估 都是边走边改的 面对BRT另一个根本问题是 台中人长期以来并没搭乘公车的习惯 四年前 台中市府为了提升大众运输工具使用率 推出搭公车前八公里免费的活动 BRT上路后 即便公车数量减少 但每日使用大众运输人次多了1.5万人 这是不是代表已有成效呢 我们现在的公车的月影量已经破千万 对 那其实代表是台中市的公车 其实使用率已经提升很多 大部分都是重复的人 他可能多做了好几趟 但是对比较普遍广棒的民众来讲的话 他很少的比例 大概最多1% 他是由原来私人运具的使用转而去使用工车 行之有年的免费公车 也只多带动1%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人口 从原先的8%成长到9% 如今想再靠BRT提升大众运输使用率 恐怕很难 因为民众得换好几班车 才能到达目的地 上市就读研究所的蔡克斯 家住杀戮 原本往返家里到市区 只要搭一班公车就能到达 不过公车业者 自从BRT上路 就被要求配合转型当接驳车 如今蔡克斯只能被迫搭乘BRT 原本搭公车 他就可以直接到沙路街上 但是现在BRT他只有到静怡站 那等于说我们要到沙路街上 还要再下车 然后再等公车来才能到沙路街上 就是多了一个一趟工 在台湾大道上接驳的公车 跟BRT所谓的交叉的路线 甚至有一天六班的路线 体检BRT小组全面启动 不是只做做样板系 小组成员跟着排队刷卡进站 搭乘BRT 先天不良就得改善 市长林家龙 一月中情找来17位 土木营建 车辆积电 以及交通管理专家学者 组成BRT体检小组 历经21次会议 两场公体会 3月23日做出决定 废除BRT 为了让专用道发挥更高的效能 我们也决定将执行 台湾大道的公车 纳路专用道 在路段上比较窄的这个部分 现在的思考当然就希望 看有没有机会让部分的这个公车 能够进到这个所谓BRT的车道上面来 让这一个在慢车道的公车的数量 可以降低 让机车组在这里头能够得到 比较宽利的一个空间 7月8日开始 台湾大道蓝线BRT将成为历史 改为优化公车专用道 除了让更多公车行驶之外 原先BRT车辆检修过后 人会上路并改名为300号公车 市府预估 未来每天公车班次将可达到1000车次 乘客等候时间将从现行平均5分钟 缩短一半 至于原本要控制车辆速度的行控中心 作用又是什么呢 行控中心就是控制车子的班距就好了 然后知道现在每一个车站 到底多少车在进站 而部分慢车道路幅太窄影响动线 市府则是打算重叠路全 延长各种车辆的交织时间 过了雪龙角站 往东的往火车站的方向 我们准备把这个快慢分隔速就把它打掉 让这个车子比较长的距离能够交织 也就是说这个公车跟这个BRT的车辆 跟小汽车跟机车可以在那个位置先进行交织 而不要到了面对到这个五全路的时候 才进行交织 由于BRT修补经费不断增加 市府温的直显决定停止蓝线 二十亿元的延伸工程 并撤掉原先另外规划的五条线 改用捷运和轻轨替代 总共可以省下大约两百八十亿 其实不管蓝绿执政 民众要的只是便利的交通和平安的自权 至于决策事不妥当 亦或只为了一时的选举绑装 民众感触最深